上个月国内有蛋机场的蛋被验出了世纪之毒代傲心 造成了人心惶惶不敢买蛋吃蛋 不过其实问题鸡蛋几乎每年一爆 之前也频频验出抗生素超标 原本想要吃尽营养健康却可能吃下了致癌的风险 尤其国人每人每一年平均吃下349颗蛋 全台一年可以吃掉80亿颗蛋 在大量吃蛋的情况之下 您吃得安心吗 而这些问题鸡蛋大多来自于集约式的格子龙饲养 如此把母鸡终身关在小笼子里的产蛋方式 其实也不断的引发人道争议 而事实上国内十年前就开始推动所谓的动物福利蛋 也就是降低饲养的密度 让母鸡可以发挥动物天性 也减少动物跟环境用药 然而目前为止 却只有16家牧场获得这样的人道认证 那么到底这推动的阻碍又是什么呢 不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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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汗儿啊 噢 oh 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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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ers认识 在正聰明的鸡叫声中 上完只母鸡顿时押去无声 不断甩头看它 跟它们打招呼 问它们吃饱了没有 它会跟着学我们叫 如同回音班 有些母鸡学起它的叫声 曾聪明养肉鸡有20多年经验 但应不敌大型企业养鸡 和进口鸡肉的竞争 三年前改养起蛋鸡 看上的是鸡蛋没有进口竞争 然而明明是新手上路 他却和儿子郑坤林决定放手一搏 大胆添购一两千万的力气 我们现在要进到鸡舍里面 去看一下我们里面 现在最新的欧盟设备 嘴巴靠着它水就下来了 鸡蛋部分其实从这边滚进去的话 鸡蛋直接滚进去 25岁的郑坤林 一向我们介绍设备 从自动给水给饲料 集中蛋到中间长条形的专门产蛋箱 他们两栋鸡舍养了三万只鸡 一天生产两万多颗蛋 新设备对他们来说既能节省人力 又能符合母鸡的动物天性 而母鸡的需求是他们转行养蛋鸡后 最重要的考量 因为他们决定走人道饲养 当然设备与布置都要针对鸡的自然行为 像这种鸡它就喜欢玩沙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都是抽坑 那其实鸡平常 他们只要要吃饱睡足的时候 他们就下来玩耍 鸡就喜欢在那边挖 然后他们就喜欢窝在这里面 鸡就很喜欢在那边窝着 对 侧毯 然后趴着在那边休息 现在欧盟都推从就是人道饲养 友善管理 外路皆有流 你对它好 它相对它也会回馈给你 你虐待它 它明天它就不生蛋给你 人类养鸡历史将近一万年 既是被人类最彻底研究 也彻底控制的东直仪 母鸡产下受精卵后 先存放在冷藏室 不时要翻动鸡蛋 避免胚胎黏着 以死亡 在接到小鸡的订单后 才开始21天的孵化程序 温度 这是里面的湿度 这个是稀油度 现代化的繁殖场 宛如高科技工厂 在全环控的室内 甚至可以借由二氧化碳浓度高低 调整小鸡破壳的时间 生命诞生的第一天 打完疫苗 这些小鸡将送到中鸡场 饲养两三个月后 再送到蛋鸡场 它们当中超过九成 接下来的一生都在笼子里度过 这种做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大量的这个蛋白质 所以延伸出了这种饲养的方式 那它这样饲养 对于人类有两种好处 第一种就是说 我可以很精准地控制这个动物 它吃得怎么样 它生多少蛋 我们一清二楚 再来呢 它这样子被限制住 我们可以很好的管控它的疾病根 比如说我们房子并没闻啊 它不会去接触到土壤的污染啊 就是在一个大概300平方公分里面 就是养了两只 一起后十有三只一种的 它都没有运动 只是每天24小时 它一生它就是蹲在那里 站起来和蹲着 300平方公分是多大呢 大概将近一张A4的纸 这样的面积却要长时间截两三只鸡 终其一生 只能关在狭小的环境中相互踩踏 经过不断摩擦铁丝网而掉牢 翅膀无法张开 爪子也变形 这样将鸡视为产弹机器的高效率饲养方式 在全世界正面临人道检变的浪潮 第一个发出这样禁令的 当然就是欧盟 那他们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 他们就宣布说要有12年的这个缓冲期 让农民能够充分做好准备 产业能够转型 最近的是加拿大 他们才前一阵才宣布 他们的宣布是说2017 4月1号开始 就不能在任何有新建的鸽子龙市 然后他们要用15年的时间 整个政策要废除鸽子龙 2012年欧盟全面废除鸽子龙 一来为了人道问题 二来也考量到淡积厂 数万到一二十万的高密度饲养 往往衍生疾病控制与用药问题 全世界我们人类现在 其实束手无策的 就是禽流感的疫情 而禽流感的疫情在世界各地 不断不断不断的变异 那人类提供了这种 这么密集饲养的成绿给病毒去 可以去做交换 我们也不能让它生病 因为假如一只鸡生病 整场大概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又用各式各样的药物的添加 鸡每天在那个产蛋 你万一有什么状况 你可能也会添加一些 药品或什么东西 然后那个就是品质可能没有办法 保证说前年都是 坦白讲都是安全的 台湾市面上的鸡蛋 百分之九十五都是鸽子龙鸡所生的 他们从早餐的蛋饼三明治 五晚餐的番茄蛋蒸蛋到甜点的蛋糕布丁 无所不在 这些有安全疑虑的蛋却经年累月 不断被我们吃下肚 所有的一切会回到人身上 不要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不相干 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在很多的用药 包括环境用药 比方说你在这个畜牧场里面 你每天可能要用环境喷药 环境消毒这些药物 其实最后它都会透过 不管是粪便或者是清洗 而回到我们跟我们共生的 这个自然体系里头去 动物福利跟食品安全 是一个密切关联思维概念 我们就来 这边来扭一下 去看看 这三米 对 为什么要量它的那个长度 因为每一只鸡 我们基本上按照比例来讲 一只鸡至少要给它15公分的漆架 那15公分不是说 每一只鸡固定15公分 是它一整群 有的会上去 有的不上去 我们做过实验 确认它是会使用到 一只鸡平均15公分这样 漆架多长多宽 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兜管 这是廖正元正在推动的 人道饲养友善续产的认证 从小就爱动物的它 到英国攻读动物福利 回国后便四处辅导业者 游说它们让鸡守更好待遇 也让人吃到安心的蛋 我们既然在利用动物 那我们就希望说这些动物 要得到公平的对待 它喜欢栖息在架子上 树枝上 我们要有让它栖息的地方 它喜欢玩沙抓抓爬爬 我们有没有东西让它抓抓爬爬 磨爪子 消磨它的时间 我们饲养环境有一定的标准吗 国内人道饲养分成三种 放牧 室内平寺和丰富化龙寺 在密度设施上各有不同规范 但共通点是要让母鸡尽量能发挥天性 目前国内已有16家蛋鸡厂通过认证 获得人道及友善续产双标章 从早期到现在都是一直养传统的方式 就是格子龙的这种蛋鸡的饲养方式 因为后来我们发现 现在国人对这个消费都有在改变 所以有些都是想要买一些比较健康 好一点的蛋鸡蛋 那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就用早期的方式 来用放牧这个方式来饲养 三百只到一千只到目前的一千五百只 消费者正是邱大烟的农场改变的契机 生产端的提升 必须靠消费端的具体行动才能催化 如果健康的鸡的话 它的眼神是很明亮的 炯炯有神 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它的鸡爪这边 如果一只鸡它的健康程度不够的话 它这个鸡脚这边看起来 它是没有光泽的 要养出健康快乐的鸡 郑聪明投入千万引进新设备 而邱大烟则增加了人力 捡鸡蛋 割木草 以及大片的土地成本 为了收益平衡 两家的鸡蛋定价都是一颗15元 是格子龙蛋的两到三倍 这样的价差 市场接受度是一大考验 刚开始在推动的时候 我就觉得消费者 他的思维就比较既定 他就觉得反正鸡蛋啊 为什么要买你那么贵的鸡蛋 他们就比较无法看到 原本我们那么努力 我就觉得还蛮挫折的 我已经投入了那么多成本 我每天花那么多时间 他们要吃益生菌 要吃零汁 我同时也提供你那么好的东西 那你却觉得嫌弃我 你可能一杯饮料就要花50块60块 那你在每天吃的鸡蛋 为什么不吃得健康一点呢 你如果今天跟他去做这个 比如说民调好了 可能大家一致表决 鸡不应该住在笼子里 可是这些人去买蛋 他是专门买笼子的蛋 因为他最便宜 所以消费者的良心 必须要跟他的行动跟口袋 拿钱出来一致哦 这是一个亲亲同伴 所能决定的货重价值 然而除了消费者转念之外 商产者转型更需要有通路的配合 很多国际的连锁超市 国际的或者是连锁的素食店 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国际组织里面 其实是有动物福利委员会的 他们是应该要全球按照 他们动物福利委员会的规范去养 或者是去购买这种牧场 合乎这种人道规格的产品 可是他们在台湾 他有没有按照这样子的规范去做 我们台湾人不是次等公民 我们要吃跟全世界一样规格的产品 我想这个要求不过分 我们这几年密集的游说 麦当劳或者像摩斯汉堡 摩斯汉堡现在已经 有大概百分之十的比例 是用友善鸡蛋 那他们的policy 他们的公司的政策是 未来要全面采用 我们在上个月 我们呼吁台湾的麦当劳 必须要用素食龙头的地位 能够出来呼吁说 他一定要制定这样的 使用废除格子龙鸡蛋的这个旗程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他们已经在评估了 像我在捏 其实手上是有大便 但是都已经干燥掉了 它跟沙子一样 但其实很干净 像我们这样闻 都不会有任何的味道 身为鸡农的孩子 郑坤林曾经很抗拒养鸡 如今他却能在鸡舍中光脚 手拿鸡份跟我们侃侃而谈 因为在养鸡中 他找到自己的定位与价值 我有自己制作一支影片 就是我们是在于 它的里面的饰养模式的开放透明化 我可以帮助到所有的消费者 他已经不分年龄不分族群了 然后甚至我可以帮助到更多的蛋楼 像我们这样使他们的经济提高 再来第二部分就是他们的价值会提升 因为他们可以生产那么好的鸡蛋 一颗人道弹诉说的是母鸡的生活 也诉说人对健康 对环境的价值选择 我们人活着 我们跟所有的生命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活在一个系统里面 人不可能独求自己的独活或独好的 其实你知道你可以让你自己好 你也可以让他者生命过得好 而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难